我買新車好了 但新車玩起來買到也很多的 新男哥 新車 買買好新車 有的車在展間展示著 其實買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讓我殺點價格 或是你是先掛牌的 或是你給人家試乘的 我們來看看 買新車那個價格 有這個差異也滿大的 對 我們現在整理的手板有四個 第一個我們看試乘車 試乘車顧名其他就是給這些 我們去假日去開車 給人家開在路上 顧名思義一定有掛過牌了 他已經領牌上過路 當然就是一個很新車 折扣還不錯 通常都有一程到 我也聽過大概有三程 四程 我也聽過 但是我們也有很極少的例子 有到一半 到一半這太扯了吧 可能那個車真的是 有被操到滿嚴重的一個程度 或是他在試乘過程中 乃哥試過了 有一些這個插狀 因為乃哥試車 葉明德試過 葉明德只是大腳油門 乃哥是飛越山林 就飛出去的 對 你看這種四人車 其實我覺得我聽過 其實我們以我們同業的例子 我記得十幾年前 像我們有一些很特別的車 要進來台灣 可能總代理只進了一台四人車 其實同業也都會 甚至有點私下會來搶 先跟總代理說 這台車 這台車 是的 你們一個月試完留給我 然後我們也會打給同業說 我今天在抄你的車 你確定你還要買嗎 是一個笑話 其實四乘車都有一個至少一層 我覺得一層到兩層的一個折扣 有這空間 展示車 當然就是像這個圖片上看到 它就放在這個 showroom裡面展示的 它的車價也會比這個新車便宜一點 可能有一些經銷商 也會直接在它的店頭 可能三個月檔期一過 就直接放一個板子在它的玻璃上 這台是展示車出清 類似大概也有一個 兩層的一個折扣 可以有到兩層 不過展示車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畢竟經過一個檔期的這些 男女老少 高爾胖瘦的 多少人在你的車上上下下 可能不知道他上車習慣好不好 可能踢到椅子或是刮到哪裡 可能都會有一些痕跡在車上留下 對 因為展示車其實畢竟還沒掛牌 多少還被當新車 所以這個給大家注意一下 對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領牌車 為什麼會去領牌呢 其實就是 我們知道其實新車銷售很競爭 有些業務員可能這個月就插這一台 整個鎖就插一台就可以達標 可以領一大筆的獎金 這時候業務員就會乾脆跟所長說討論 我們就先領這一台牌 把它領下來的 等於他先買下來 再把它有一些折扣賣給其他的客人 這樣的車就變成你再賣出去 它已經是變成是一個二手車 它不是一個全新車 折扣大概也有一層到一層五 這樣的一個折扣 再來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蠻多朋友都會打電話 這個時候某某車什麼牌什麼車 折扣還蠻大的 聽說有12萬 但是業務員說明年2月有新款要出來 但是多了什麼配備 他就會問我到底 那我是說你自己做決定 你如果是要省錢 當然可以買跨年車 折扣真的很大 就像這樣的一個平均也有一兩成 這樣的一個折扣 但是就是它配備車型 那如果你不是那種打短線 開三五年就要賣的話 你本來就是要開到車壞 開個十年十五年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買這個折舊車 甚至這個時間點買一個跨年度的車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對 這一張手板上還沒看到一個秘密 那就是其實跨年度的那個年份 有差異對不對 大家有個不同年份 假設現在是2017快2018 其實已經可以拿到2018年式 這個是有差的對不對 這有時候跨年式 假如是同款車型 然後你假如是有做功課 了解到說 這款車子它在這跨年式 它原廠沒有做任何修改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這個 就是說舊年式的車款 對不對 假如你覺得 獲得就從專業的媒體上面 2017年式 2018年式 2017年式 它做了一些修改 譬如說這個座椅 它由原來的布椅改成皮椅 或多了電條 或是怎麼樣的 你多了一點 這Mega之後 你知道買跨年式的 是你比較喜歡的 那你就去買 去買新年式車款 不然你可以買舊年式 應久年式之後 值得比較高 事實上我們比如說 有些車款並不是說 新年式一定好 因為老實說 車廠都很精明 它給你加新年式 加新東西 也有 它也可能會把一些東西拿掉 在你看不到 畢竟都是close down 車廠都是希望能夠 越來越賺錢 所以說這有時候 你在買車的時候 你是要做一點功課 然後多看點專業媒體 它所提供的資訊 然後多去了解 事實上你就會發現 一些Mega在裡面 對 這個會影響到 而且非常嚴重的影響到 中古車價對不對 小師 你看如果新的年式的車款 真的跟上個年式的 就是2017年式 2018年 有差的話 中古車價就是會有差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們常講的 你買的時候便宜 你賣的時候價錢就差 那你買的時候貴 然後你當然 你賣的時候 價錢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像展示車有個注意 我們常遇到那個 像我前一陣子就遇到那個 電滑門被玩壞的 展示到壞 對啊 大家就在按啊 那被人家摸還小事耶 小朋友要上車 嗶 按一下關起來 下車嗶 又按一下又打開 你車還沒買到 電滑門已經修過了 雖然是有保固啦 可是對我們來講 那個感覺不是很好 對 你價格至少要讓利了 所以還是有些缺點要注意 對對對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都是新車啦 因為展示就是沒開出去 也沒掛牌 所以你一定要檢查很徹底 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不碰展示車 我也不是碰特殊的車款 它是真的就是一個消費者 進到展街 然後談好車子的條件之後 他要買單了 但是有一個人很厲害 車價硬是開了12萬 你是怎麼搶的 其實剛剛那個小晴哥 介紹的喔 買新車有絕招 其實還有一個大絕招 不管你是試乘車 展示車 領牌車 跨年車 其實大絕招是要買 乃哥牌車 什麼東西 沒有 為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是 其實領牌車這個東西 不是說有就有 對 那是要碰點運氣 所以我就幫我朋友 買了一台領牌車 這有圖有真相 張萊廷又出賣他的好朋友 把LINE的對話又拿出來 對這個小妹給他把我遮起來 上來 首先喔 這是一台領牌車 而且是國產車 它的新車價大概在80萬左右 好 阿力阿渣講那麼多呢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什麼呢 我這個是6月掛牌的車喔 不是10月喔 這個是我們的對話啦 6月掛牌的車 然後我還問說 是6月出場 還是6月掛牌 喔 如果差的話 我再凹一張保養券 好了啦 連保養券都要給你 凹到自己 但是你要知道喔 我每次幫人家說 人家問我說 要買什麼車 我都會說 其實你要開很久啦 所以 差不差 沒有差那兩個月啦 就是說這個 中古車價也不會影響你的 殘值也不會影響你的 車子也不差這兩個月 你要開很久的話 好我就這樣子喔 里程注意啦 30到50 好 為什麼呢 他去領牌 是不是要開到監理站 也是 對啊 他不是沒開到監理站呢 所以就知道 監理站畫一個半徑 30到50公里 大概就知道 這台車是哪一台車 好啦 不管啦 80萬的這個國產車 最後是 68萬買到 所以便宜了12萬嘛 對不對 我覺得說還好嘛 這個交車 我又跟那個 你還沒亮出你的名字 就便宜12萬 反亮出名字還得了 沒有啦 因為領牌車一定都要有這個 這個跟小型哥講的一樣 差不多就15%了 對不對 15到20%了 這個已經很低了 對 照理說已經沒什麼利潤了 對不對 因為 車商的這個 業務的獎金已經領了 對不對 我那幾個月前 我領了 我放進口袋了 你怎麼可以掏出來 不行 我們都說 交車要有三寶嘛 有三寶 腳踏墊 隔熱紙 大美容 但是呢 各位請注意 各位業務朋友 看到張乃婷進門的時候 記得把他趕出去 所以我跟你講 業務員看到我 跟看到落葉一樣 會掉眼淚 會掉眼淚 所以我就 哄哄哄要了這些 你太誇張了啦 我算一算也不多啊 差不多快20項 20寶而已啦 對啊 對不對 而且要的東西喔 我還有加注 本來只是寫這邊 不是寫這邊喔 這邊喔 就是一般消費者 大概看到這邊喔 都是帶著笑容 就離開了 但是 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些事情 張乃婷這件事很殺 你做了什麼事 然後我就說 不行喔 這個要寫上去喔 就是你給我的東西 我現在還要保固 我還要保固喔 你不能亂送東西啊 你亂送東西對不對 而且你的導航 還有三年保固 藍椅啊 USB 三年保固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防盜系統也有保固 對對對 而且是八合一喔 八合一的防盜系統 對對對 還有錢雷達 LED的保桿燈啊 後保桿燈 什麼啊 胎壓偵測器啊 車速投影 你還要收一年的保固喔 這個至少也要一年的保固 然後下面大概就是交車三保 這個是大家都會有 對 這上面是 這上面喔 應該都是凹的啦 這凹下來喔 我跟你講 我自己去買 大概都要花八萬 一般消費者買 大概都要花到十幾萬 跑不掉 二十幾萬的這個折價空間 所以買得大家都非常的滿意 所以領牌車喔 叫可遇不可求 但是現在年底到了 有一些領牌車出來 哪一個 我今天看到這一個喔 我也想買耶 我剛剛說領牌車可遇不可求 第一 車色不可選 對 因為他已經領牌了嘛 除非他領個一百多台 什麼顏色都有 不過這個真的 這也太稀慘了嗎 對 這個沒有那麼慘 為了要拼那個業績 領一百 對啊領一百多台出來的話 這個應該是傻子吧 所以基本上數量不多 顏色不能選 車型大概也不能選 因為我領了就是車身號碼 引擎號碼都在上面了 就是這一張 就是這一台 那可能我先選 我現在有五台領牌車 我挑了一台走 剩下的大概就只能挑剩下的 再來這個重點來了 領牌車的保固 當然譬如說像這個六月掛牌對不對 六月一掛牌的話 你是不是保固就先少了 現在十二月的話 先少半年 少半年喔 現在原廠不管你是三年還是五年 還是八年都沒關係 掛牌那一天就開始算 所以你可能會損失幾個月的保固期 那通常呢 再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說 這個領牌車通常領了之後 多多少少就放到倉庫裡 你看譬如說這個時候已經快12月了 也就是說這六個月的時間 這台車如果放在倉庫裡 會不會被移動會不會被碰撞 還是放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漆面的狀況不好 所以這時候領牌車變成說 你還是要看到實車為主 對不對 所以領牌車也有這些小小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手上大概 還有人打電話說 乃哥 這個都沒關係小事情 我們現在有一些領牌車 你可不可以幫忙處理一下 我會看 現在領牌 有什麼車 我跟你講我不能講車型 大概就是79.9的 現在大概六字頭就買得到 真的假的 也是差了大概快 差20耶 差了快20 還沒有奧配備問題 你如果照這樣的規格的話 我通常不要再幹這種事情 對 這個因為特殊身分 小妹 如果是這個型男小屍 你只要把這個魅改成屍的話 我可能就不太理他 你理都不理他 我說這些 隨便啦 不用啦 自己裝就好了 對 因為我坦白講 有時候那業務人員凹太多 不但讓人家 只有業績 但不但讓人家也沒賺到錢 其實以後也沒有服務啊 所以大家還是參考一下 不要太趕盡殺絕 好 好